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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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級衝出美麗生態度又來了 今次回衝和大家來到清邁 玩一些很激烈的遊戲 今時今日在清邁有很多所謂Esteam Game 有些只是吊著人飛來飛去 有些是玩飛車 今次一次過玩幾種遊戲 有些真的很激烈 躲艇環椅 整個泰國只有躲艇才有 雖然吊著人飛來飛去的 在蘇梅、巴提也有得玩 但是這樣 在山頭野嶺 騙車、飛車 就只是躲艇才有 也挺好玩 挺不錯的 這裡的激化簡直是三級 就是一激激過另一激 除了這樣玩之外 另外還有更激的玩法 遊客門來這裡 只要付出二次二匹 就有T-shirt送給你 有簡單的食物給你 兼且還可以玩這些 飛來飛去的遊戲 飛來飛去的遊戲 就是包括這個 不是讓你飛一次 是讓你飛十二次 有十二個位置 讓你飛完一次 怕怕的 第二次就不多怕 第三次就很開心 第四次就當沒事 第五次就已經睡著覺 除了玩這些飛來飛去 其實還有其他東西玩 看看大家 這裡雖然看來好像很危險 但其實那二千二匹 是包了保險的 不過人世間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說不買 玩完不玩 你自己想清楚吧 雖然今時今日的清晚 都有很多類似的懷疑 但這一個 都可以說是幾乎眾不同 尤其是臨尾有一個 就有這部古董的三輪車 究竟我們怎樣用 還有給什麼人用呢 嗯 原來這一個 是一個終點站 當大家飛來飛去 飛完這麼多個站頭之後 最後就會來到這裡 於是大家就可以 坐上這部 古舊的人力車 慢慢海船回來 給了二千二匹 玩完所有的遊戲之後 若然還覺得不夠激 還可以額外給了三百匹 玩這個跳樓遊戲 但提醒大家 生命是珍貴的 千萬不要亂來 玩這些就沒有問題 現實生活千萬不要短見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喝杯咖啡也比別人好吃 雖然你說看完這麼多活動 好像真的很激 年輕人 適合老人家 不要緊 在這裡喝咖啡 看看風光也好 其實冬天 譬如說 十月打喉 清邁的天氣清涼 又與外國一樣 在那個時間來到這裡 嘩 周圍 凍凍的 涼涼的 喝咖啡 欣賞大自然景色 真的很棒 胡桂蔥這麼棒 在這裡煮一瓶 你說一次 我給你說一次 不是煮一瓶 是煮一頂 沒錯 是頂 因為有頂 可以煮的 什麼叫頂 看看就知道 沒錯 說的是這些頂 這些帳膜 現場有十多個帳膜 每個兩位 每兩位計算是1200匹 沒有一位 老實說 很少一個人 來煮這些帳膜 都是情侶門 一晚是1200匹 附近有廁所浴室 裡面有燈 可以充電 不過沒有風扇 沒有冷氣 那就很熱 據要負責人所說 每天晚上五點鐘 開始就很清涼 甚至乎有點冷 所以大家如果想 接觸大自然的話 都可以選擇一下這裡 1200匹 是包含早餐 在這裡有很多景 可以拍照 前面有抽籤位 在這裡拍照 押Like 絕對沒有問題 剛才說過 這裡價錢是1200匹 但是這裡有些釘 裡面有三個人的床 三個人床 三個人來做嗎 不要心邪 一家三口 爸爸媽媽和子女都可以 這些房價錢是1500匹 我可以拍照 那兩個人 有很多機會 它在這裡 都可以拍照 好嗎 沒問題 那一定黃金